你我情 作詞到明天 作詞曲 林申雯 作曲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民情况如何 在民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肖下人 秋雨的 花塞巡视灾区 把他们改远一点 灾民秋雨啊 不必为难了 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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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啊 医生我你算是有福了 来来来 我给你好好卖 是我给你好卖 不是你给我好卖 你什么人 我什么人 你看我这番 我是华佗在世 医生我你算是有救了 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你什么人不重要 有病我都得瞧嘛 皇上 此地不给酒流 速速离开 走 皇上 皇上 小明不知道 我以为你穿着龙袍 是唱大戏的呢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走 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杀出去 杀出去 杀杀 杀什么杀呀 你没看外面的刺客 各个都是冲你来的 都是不要命的主 再说了 你穿这些龙袍 太刺眼了 冲着去这两个人认出来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找个人 换上你的龙袍 让他穿上 你开刺客 你不就安全了吗 这个笨 我脱龙袍 皇上 换衣吧 皇上 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让我假扮皇上吗 你出的好主意 不用可惜了 我出这个主意 不是让我假扮皇上 是让别人假扮皇上 难道是我来扮吗 我的身材与皇上相去甚远 他要是个女的 你不扮 谁扮呢 我跟皇上身材 也相差甚远 皇上那么高大威猫 我受的 我受的像个骂他一样 皇上一身戏天下安危 如果你牺牲了 能保住皇上 那是你无上的荣光 也是作为大清子民的责任 大人 不能这么说吧 那要杀皇上人 就不是大清子民了吗 小废话 皇上 皇上 我小人叫了一个八十岁的老母 他双目失明 我要是去了 谁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啊 皇上 你有八十岁的老母啊 放心 朝廷会把这养老送终的 何人 我们令我打算 不信皇上 已经来不及了 绝对 请您开门 走 你们约 不 皇上 您想啊 皇上身边必有和珅 和珅跟随的必是皇上 如果不这样的话 刺客就会急性的 如果露了线 前功尽弃 小队 今天是死是活 我随你去了 皇上 保重 和珅 他冲过来了 他 就算 没人啊 活着在这儿呢 还不过来哭 你还喊什么呀 还不快报啊 快报 够皇帝 皇上 武道昏君 人人得而诸之 国泰民安 何为武道 宠信奸臣祸害百姓 难道还不是昏君吗 奸臣 谁啊 和珅 你 无耻乱出 怪你胡说八道 那姑娘怎么没回来 那姑娘呢 不要管她了 快走 不行不行 那姑娘怎么行啊 你别管我了 你快回去救她好不好 时间来不及了 快走 不 你们这当官儿的 心就是狠的 你赶紧 回去救那个姑娘吧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怎么办呢 那她也是为皇上而死 我说你站着说话 不腰疼啊姐 她要是你的女儿 你能这么想吗 她就是我的女儿 丢阵路 站住 大人 他们又来了 快走 为了大清国 为了皇上 我求你了 好 大人 为了大清国 为了皇上 我跑 站住 我跑 来 谢谢你 谢谢你 是啊 她叫她 各位大哥 你们都来这儿了 大家好 皇上 你可真能逃啊 皇上 这 你看 我说大哥 你什么眼神啊 你说我是皇上 你看错人了 可你这身衣裳骗不了人 衣裳 我 对了 我穿这身龙袍 可是龙袍不是我的 是皇上送给你的 是 不是 不是皇上送的 是一个胖子 他非让我穿上的 你不信我的话 我是郎中 真的 我号称华托在世 要不我给你好把脉 我号不准了 你杀我头行吗 我给你好把脉来 真是巧啊姑娘 你也没抓着了 我刚才呀 跑了一大圈 还是还是给抓着了 大哥 这下好了 这位姑娘可以证明 我不是皇上 姑娘 你跟他说说 说说 姑娘 你说 你说 皇上 瞒不过他们的 人家都有备而来 哪那么容易被你骗得过的 我说姑娘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跟你有仇啊 大哥 大哥 我真的不是皇上 姑娘 我告诉你 我就是做了鬼 我也饶不了你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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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杀了他 杀了他 斗皇帝这条命还有用 走 你 大哥 大哥 你听我说 我真是郎中 你别听这姑娘胡说八道 快走 快上这个郎中 上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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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是谁 关你什么事啊 我知道 他 他爹是何神 叛徒 快 那也是因为你先出卖我 所以我才出卖你 你一定不是和珅的亲生女儿 你管得着吗 姑娘 你一定得告诉我 你亲生的爹是谁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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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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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灾区是孩儿的主意 您是不是先放了和珅她 我就是要让大臣们看看 谁要是再鼓动皇上出宫 那就是和珅现在的下场 黄老娘 和珅为孩儿护驾有功 还请您网开一面 行啊 你想赦免和珅 可以啊 不过你要答应我 我去江南 江南之行已昭告天下 不能失信于民呢 你还是执意要去啊 君无戏言呢和娘 皇上安危高于一切 收回生命有何不可 江南之行不是游山玩水 是正事不能耽搁呀 说来说去 你还是不听伟娘的话呀 儿臣不敢 儿臣身为一国之君 当以国家设计为重 天下大事 怎么不能在宫里处理呢 非要到江南去 江南的百官都是干什么用的 百官有百官的责任 君王有君王的责任 还是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那你做儿子的责任呢 一日为君 为国为民 还是不能兼顾天伦之责 额娘见谅 你 何爱卿 苦了你了 万岁 没事的 只要太后能消消气 奴才就是贵到天明 又有何方啊 这下麻烦了 太后禁止朕出宫了 可是万岁江南之行 已然肇事天下了呀 如果失信于民 朕如何治理天下呀 可是太后正在气头上 这个时候 万岁怎么好下江南 国事如山 雷打不动 不能以太后的喜怒而废 万岁一言九弟 这不愧是一代明君 谢万岁 不过太后还罚我这跪着呢 怎么好 罚跪没法不能抽烟哪 快找快找找找找 谢万岁 谢万岁 活儿 活儿 这三女才 这三女才了 我才真是一点都不觉得累 谢万岁 谢谢小白吧 谢谢小白公公 何大人不必谢我 要谢还是谢太后吧 谢太后恩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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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太医院了 是大清朝最高的医学机构 我们这每位太医可都是大师纪的人物 可不是 就是说怎么就塞进一个 江湖郎郎中来了 真是 我 我是向各位大师来学艺来了 江湖郎中 一束九流 马屁功夫倒是一流 对 对 对 皇上安排来的 算了吧 不看僧面 看佛面 这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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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看什么科的 内科 外科 儿科 副科 我都行 那这药方 你看得懂吗 三菱草 凤尾草 蛇咸草 刘济奴草 我都看得懂 那好 你到御花园去 按着药方 把草药采齐了 行 草我会拔 拔草 您有病啊 老人家 您真的有病 我好好的 哪来的病啊 我看您哪 有心病 您怎么知道的 您瞧啊 多好看的花 让您怎么 一半一半的 全给撕了 给扔地下了 这不是有病 有什么呀 你说的对 我是有心病 老人家 是为儿女的事操心吧 你怎么知道的 老人家嘛 哪有为自个儿的事 操心的 对 我是为我儿子的事 发愁呢 你儿子怎么了 不孝顺您呢 我说你是谁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呀 我是个游方的郎众 原来你是假冒皇上的郎众啊 多亏你救了皇上啊 哎呀 别提这件事了 哎 老人家 您儿子到底怎么了 闯祸了 嗨 我儿子 他要去江南 我呢 舍不得 哦 去江南 哎 我就是从江南来的呀 千里迢迢 难怪您不放心 是啊 儿行千里 牡丹幽嘛 就是 哎 做母亲这番好心呢 做儿子的还不一定能理解呢 好郎忠啊 你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嘿嘿 您想啊 连皇上都有人行刺 更何况您的儿子呢 是吧 你不知道我的儿子是谁啊 不知道 宫里人太多了 记不过来 哎 他干嘛的 娇花的 做饭的 哦 打杂的 我的儿子管的事太多了 管的事多呀 哦 那就是总打杂的呗 总打杂的 啊 是总打杂的 他呀 可是悬不住了 大善小事他都敢 你看 又要去江南了 哎 大娘啊 大娘 啊 哎 您就跟我娘一样 疼儿子啊 嘿嘿 像当年呢 我遇上一个名医 我想跟着她走江湖 我娘不同意 当时就晕那儿了 晕了 啊 嘿嘿 乍晕的 乍晕的 嘿嘿 您不知道 我娘她唱过戏 哎呀 她演得可笑了 嘟 我那儿又晕 吓得我呀 哪儿也不敢去 一直在家里守着她呀 你娘可是真聪明啊 是啊 哎 太后在那儿 走 哎 太后来了 咱赶紧走嘛 礼仪太多 哎 哎 大胆 你什么人呢 敢抓着太后 哎 小的该死 小的该死 我不知道您是太后 我刚才她说 皇上是打杂的 你来吧 起来吧 不知者无罪 谢谢太后 你说的对啊 一国之君就是总打杂的 哎 哎 太后 哎 太后 你怎么的 太后 快快 转太医转太医啊 快快啊 觉得可真快呀 皇上 太后得什么病 太后她 她 她 她没病 她昏迷不醒 没病吗 皇上 小人才说缺钱 领太医 你试试 我 我 真白让你们这太医了 看不好太后的病 太医院才撤 你们全都冲军凝固塔 何大人 万岁不去南巡 我们血本无归啊 是 可现在太后病了 此时皇上就是不能南巡吗 何大人 是您亲口说的 万岁南巡日期不变 我们才大比投资江南呢 这下血本无归了 对啊 那我也没有办法吗 瞧你们一个个这个样子 拿下个朝廷大员吧 这真是菜市场的小伴 那我们怎么办呢 危大 只要有我在 皇上 这一定会南巡的 放心了吧 别再嚷嚷了 走走走走 快点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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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翻到了没有 翻到了没有 翻到了没有 这早会没有 这 这 你在这干嘛呢 您 您不是让我拔草吗 我拔回来了呀 哎呀 你拔的是野草 我让你拔的是草药啊 我这野草啊 能救太后 你凉快去吧 你连草药和野草都分不清 你还救太后啊 你别逗了吧 找到没有啊 快找 快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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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问一下话 你们到底谁给太后治病啊 谁去啊 你去吧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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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怎么不吭声啊 到底谁去 说话呀 到底谁去 他 这什么意思啊 在宫里看病 在宫里看病你就得把线卖 可是您要让我把线卖 我就不会看病了 大胆 你竟敢违抗生命 红线把脉形同虚设 看是死 不看也是死 那小人 您肯是抗军而死 也不愿意让人骂我是一个庸医啊 就当你讲得好 朕破了一回 你就把脉吧 皇上圣明 皇上精明啊 哈哈哈哈 哎 赶紧吧 是 请他人回避 请万岁爷爷回避 你说什么 万岁啊 小人有一个怪毛病 什么毛病啊 我看病的时候 不能有外人在场 外人一在场 小人就不灵了 这是外人吗 这 万岁爷要在场 小人就不看了 嗯 谢万岁 太后 走了 走了 太后 你可真行啊 这么快就学会我娘那招了 这招还真灵哎 皇上不难寻了吧 踢都不敢踢了 看来皇上也是孝子啊 嗯 来 把皇上叫进来 哎 你躺好了 来 我去叫他了 还好 谢谢你 太后醒了 叫您呢 行啊你 神医啊 几位太医都治不好 您 神呐 雕虫小技 何作画齿啊 这个江湖郎中 还真有点妙所回春的本事啊 那是太后 红服起天呢 可神呐 太后病体出狱 朕恐怕还一时不能离宫了 那难寻之事 皇上将失信于民了 朕求已被四年案子到现在没破 太后怎么能放心让朕南巡呢 奴才已经查明了 那个行刺的首领叫楚天英 如果能抓到楚天英 太后或许放心 南巡的事情也许会有回旋的余地 皇上 奴才有一计 可以诱补此人 诱补 那个刺客是个亡命之徒 这次行刺皇上不成 不会善罢甘休 只要皇上再次出宫 他必定再来行刺啊 妙计倒是妙计 可是太后已经禁止朕出宫了 皇上 真皇上不能出宫了 那假皇上还不行 假皇上 假皇上作儿 大鱼必上勾啊 请您喝茶 喝茶 大师 我们可不敢当 是我不敢当 我不敢当 您救了我们整个太医院 是 都是同行 何必那么客气呢 不客气 您用的是什么方子 可真灵呀 是 要方啊 简单 那就是 不能说 对 人家是祖传秘方 怎么肯讲呢 祖传的 祖传的 我娘传给我的 他 这太医院啊 真热闹啊 他真是喜气洋洋啊 跟蛤蟆吵吼似的 是不是在恭喜我们这位神医啊 的确应该恭喜啊 你想想你 多大本事 先救皇上 又救太后 看成我大清国第一郎中啊 第一郎中 多谢何大人 何大人您坐 何大人坐 何大人坐 何大人 我瞧着您有病 来 我给您瞧瞧 先别忙瞧病 我这有皇上的口谕 要对这传着 快快快 何大人您这 何大人 何大人 皇上什么口谕 是不是要赏我什么 兴许吧 弘历听旨 跪下 跪下 跪下听旨 没跪下 何大人 我跪下了 弘历听旨 我听着呢 不许打断我 弘历听旨 你 孔弹将至 朕命您代朕祭孔 啊 喝了呀 来来来 好 来来 好 好 好 你现在是皇上 要有帝王的架势 别动张西王 坐直了 眼睛掀开 像什么样子 何大人 何大人 就是任长 人不多呀 人多人少没关系 这怎么没关系啊 我一样来了刺客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要命 就是要命 你什么意思 你是让我引刺客出来呀 你他挺聪明的 让你再刺客一来 好啊何大人 你是拿我当诱饵 你是真想要我的命吗 要你为皇上消灭 你是不是让我去送死吗 只有这样才能诱出刺客 查出猪猫 我跟你说 我不干了 不干 不干也是死 你 皇队 看什么 我救了皇上 我又救了太后 皇队 哦 你们朝鲜就这样对待英雄呢 皇队 那你就做到底吧 行什么 听保佑 算了今儿可别处理 报 有事可 有事可 像什么样子 坐好了 江南河道总督高兵高大人 有水清急报 撑上来 不是说大汉 求雨呢吗 怎么又发起大水来了 回皇上 天又不测风云 北方大汉 南方大水 这有什么稀奇的 做好了 黄河水清急报 啊 这 黄河也发起大水了 皇上 别站着糊糊的 坐好了 撑 起座万岁 黄河冲决 同山县张家路 向南直入林洪 本腾进入洪泽湖 在夺怀而下 直逼扬州 你给我看看 齐齐小事 就不劳皇上操心了 杨若是我老家 你会拿给我看看 你放肆 我是皇上 谁放肆 是皇上 您请看吧 怀河水清急报 呈上 呈上来 呈上来 刘四哥 有 刘四哥 还不拉下 够皇帝 你也有今天 我不是皇上 我不是 你瞧瞧 你瞧瞧 这剑的 从这就来了 从这就扎过来了 这剑的 可以了可以 别让了 让人什么呀 怎么认你了 又软甲护身 也没想着皮肉 让人什么呀你 你说的 青角何大人 啊 软甲护身哪 这剑要是 从我脑袋这么扎过来 这软甲管个屁用啊 我早就死了我 美的你 要是真的样的话 算是你皇上现身 你何德的光荣 何大人 以后这种光荣的事 你找别人成不成 小人我没这个福分我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啊你 我跟你说呀 我这次来是想告诉你 你自己不知道 你已经有喜了 你才有喜了呢 可以你有了喜讯了 皇上已经升你的官了 任命你为太医院 远判 远判 远判什么玩意儿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远判那可是太医院的副主官啊 何大人 我都替皇上死了两回了 他才封我一个负的呀 负的怎么了 虽然负的可是正六品呢 你想想看 你们老家的县太爷才七品呢 满意了吧 欢迎浩荡 准备击个上任吧 浩大人 我不想当什么远判 怎么着 闲官小啊 不能得寸进尺 小人不敢 小人 不想留在这儿 那你想上哪儿去啊你啊 我想回家 回家 不想当官了 你没病吧 脑子进水了 天底下还有人不想当官的吗 你想想看 这太医院什么地方啊 多少人打破头都挤不进来的地方啊 何大人 小人行走江湖 逍遥自在 比在这太医院里强多了 你真是鼠目寸光啊 你怎么不想想这个道理啊 行走江湖啊 就好比是拿萝卜当人参吃 而留在太医院呢 那就是拿人参当萝卜吃啊 何大人 我在这太医院待着 我是担惊受怕 像今天这档的事 我就是吃两颗人参 我也补不回来 你太累 你想要的世界太完美 还有你想要的自己总是太无愧 如果在这儿想看 想到我的房子 我都被针到你的房子 你不回来 你什么东西 有点心